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未来社会,居民的婚恋受到严格控制管理,根据规定,成年以后还单身的人要被集中移送到一个酒店里,他们必须要在45天之内找到一个与自己有着共同点的伴侣结合,失败者会被转化为一种自选的动物,并被流放到森林中。 为了延长45天的期限,酒店里的单身者们还可以到森林里狩猎,其他配对失败又不愿变成动物的逃亡单身者,每抓到一个逃亡单身者,就可以延长一天期限。 本片的主人公大卫被妻子抛弃后,带着因为找不到伴侣,选择变成一只单身狗的哥哥,与一批单身者一同被送到酒店。 他们来到酒店后,被收走了所有私人物品,再由酒店统一发放一切生活用品。 大卫就这样带着单身狗哥哥在制度森严的酒店住下了。 酒店工作人员到大卫的房间问他,如果在45天期限内没有配对成功,想变成什么动物? 大卫说他想变成一只龙虾,因为龙虾寿命长,而且它蓝色的血液有着贵族的气息。 果然是主角,追求比一般人都高贵,即使变成了动物,也要做单身贵族。 为了让单身者明白,比起形单隐之,成双成对会过得更舒适。 酒店里每一个单身者都会被绑住一只手生活一段时间。 一只手刷完牙,一只手艰难地脱掉衣服上床入睡后,大卫结束了来酒店的第一天。 第二天,在酒店,为了给单身者们洗脑,拥有伴侣的好处,举办了一场宴会。 酒店的经理和他的伴侣同台甜蜜对唱。 单身者们在欢快的音乐中,寻找顺眼的对象跳舞,增加感情。 大卫在人群中,一眼便瞧上了长相甜美的小甜甜。 两人共舞时,小甜甜的鼻血弄脏了大卫的衣服。 一曲悠扬的歌曲结束后,单身者们开始了丛林狩猎逃亡者的活动。 狩猎结束后,心软的大卫再没有一个收获。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转眼,大卫生鱼的时间只剩下32天了。 他必须尽快找到有共同点的伴侣,不然就会变成龙虾。 起床后,酒店又为单身者们上演了宣扬拥有伴侣好处的小品。 一个人吃饭可能被噎死, 如果有伴侣的话,他就会帮助被噎住的你。 一个人出去逛街可能会被侵犯, 但假如你有伴侣的话,他会保护你。 表演结束后,大卫和他在酒店认识的两个新朋友聊天。 瘸腿哥告诉他们,配对失败以后变成动物的恐怖流程。 大卫被这些残忍的手段吓到了,不想变成动物就得积极寻找核实对象。 虽然配对很重要,但大卫也不想太勉强自己。 就像现在坐在他身旁的女士,他明显就不太想搭理他。 女士被大卫的态度刺激到告诉大卫,如果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,就会跳楼自杀。 大卫没在意这个女人的胡话。 第二天,他心爱的小甜甜被瘸哥截足先登。 瘸腿哥利用小甜甜总是流鼻血的特征接近他,故意伤害自己的鼻子流鼻血,获得了小甜甜的好感。 他们因为总是流鼻血的共同点,得到酒店的认同。 成功配对的两人,现在只要通过真爱考验,就可以回到正常的人类社会。 两人升级到双人间居住两周,再去真爱游体上居住两周,保持亲密恋爱。 通过考验就能回到城市生活,酒店还给他们分配了一个女儿,调节夫妻矛盾。 一转眼,大卫的日子只剩下短短七天了,他必须重新寻找合适对象。 这次他看上了小甜甜的好友,拥有一头美丽秀发的金发妹。 然而金发妹是个宁缺勿烂的完美主义者。 大卫枯燥的头发让他提不起兴趣,他选择变成一匹小马,也不愿成为大卫的伴侣。 眼看着单身期限快要到尽头,大卫把目光转向了单身酒店里最冷血的冷漠女身上。 他是这里保持单身最持久的人,总是能干脆利落地捕捉到森林里的逃亡者。 为了接近冷漠女,大卫也假装冷血无情,甚至是在那个曾经威胁他要跳楼自杀的女人, 跳楼后发出惨烈的尖叫时,他也假装无动于衷,为了将无情演绎得更加逼真。 他在冷漠女假装噎住后也不适宜援手,最终顺利通过了冷漠女的考验, 两人升级住上了双人间。 但是大卫在和冷漠女每天例行公事般的相处中,还是露出了马脚。 冷漠女残忍地踢死了大卫的单身狗哥哥,看着哥哥鲜血长流的遗体,大卫的伪装被打破。 他在卫生间失声痛哭,冷漠女发现大卫欺骗了他,嚷嚷着要向酒店揭发他的行径。 作为惩罚,他要把大卫变成没人想变成的动物,冷漠女杀了他哥哥,现在还要伤害他。 大卫忍无可忍拿起了复仇的麻醉枪,打晕了冷漠女。 在酒店侍女的帮助下,大卫把冷漠女拖进了变形室,变成了一只动物。 做完这些后,大卫也逃入了单身森林,成为逃亡者中的一员。 在单身森林里,他又进入了另一个极端的世界,这里不允许任何人谈恋爱,如果犯了禁忌,将会受到血纹之刑。 施行者会将犯罪双方的嘴唇割下来,再强迫他们接吻,让他们在疼痛中得到惩罚。 大卫从此在单身森林住了下来,每天在冷酷手里女的训练下,练习应对酒店狩猎队围剿的技巧。 某天,他遇到了让他真正一见钟情的女子小美,小美从狩猎人员手里救下了大卫,两人由此相识。 一天,他们穿上从狩猎者身上扒下的衣物,假扮夫妻去城市里采购物资。 在途中,大卫发现小美也是近视,他们有可以配对的相同点。 补充足够的物资后,晚上,手里女带领她的单身的大军攻入了酒店,由帮助大卫逃跑的侍女做内应。 她想要摆脱自己的变态牙医丈夫,手里女承诺今晚行动之后,就让她加入单身阵营。 行动前,他们记下了酒店所有恩爱夫妻的门牌号,分头行动。 潜入酒店后,手里女进入了酒店经理夫妇的房间,她拿着枪,让经理在自己和爱人之间做选择,谁可以继续活下去,经理选了自己。 这对平常看似恩爱无比的夫妻,在生死面前,他们的爱情其实一点也不坚固。 大家都是因为社会规则在一起假装幸福而已,手里女没有伤害任何人,只是想打破这种假象,让那些活在虚假里面的人清醒过来。 瓦解社会必须成双入队的规则,宣扬她的单身理念。 大卫则进入真爱游艇,对小甜甜揭发了瘸腿哥假流鼻血的骗局。 小甜甜删了大卫一耳光,因为即使瘸腿哥没有流鼻血,他们一家人过得依然很幸福。 回到森林后,侍女也加入了单身阵营,大家以一种光怪陆离的方式来庆祝今晚的胜利。 一群人在黑暗中安静地挑起了鬼状书行的毒物。 以后的日子,大卫和小美的感情越来越浓烈,两人甚至在森林里悄悄接吻,用暗号说起情话。 相爱的两人决定明天就离开单身森林,回到城市做一对真正的夫妻。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他们的恋情被小美记在日记本上。 有人发现了小美的日记交给了首领女,首领女并没有给他们施加血纹之行,而是直接弄瞎了小美的眼睛。 瞎了眼的小美回到森林后,为了不被大卫抛弃,继续装作正常人的样子。 但隐藏不了悲伤情绪的小美,很快向大卫说明了情况。 没有了近视的相同点,他们就无法得到国家的认可,就不能在城市里生活。 大卫知道后拼命地想再找两人的相同点,然而他们除了近视,竟再也没有一处相似的。 为了摆脱首领女的独裁统治,大卫悄悄袭击了她。 她把首领女打晕后,绑在恶狗旁边,活不活地下来就看她的造化了。 随后,大卫带着眼下的小美回到了城市。 他们来到一家餐厅,大卫向服务员要了一把小刀。 她拿起小刀进入洗手间,准备戳下自己,制造和小美一样的相同点。 小美坐在餐厅等她,服务员给她加水时,她自然地看向服务员,证明小美似乎没有瞎。 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考研大卫。 最后,在卫生间的大卫,究竟有没有为爱情戳下自己的眼睛,成了谜。 可能在有情人眼里,大卫最后牺牲了自己的光明,选择和爱人在一起。 觉得不值得的人,认为大卫最后可能独自逃走,一切结局自在人心。 电影以反讽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众多的社会问题,人与人之间的冷漠,社会制度的极端。 但我想最能引起共鸣的,就是单身有罪这一条了。 单身到底有什么罪呢? 电影里没有讲述。 同样现实也无法解释,这部电影向我们控诉了当今社会对单身者的恶意。 现实单身没有罪,电影里面僵硬的和一个有共同点的人,为了躲避惩罚而结婚。 不就是讽刺了现实中那些为了结婚而结婚,毫无意义的虚假婚姻吗? 当爱情来临时,即使是在禁止恋爱的单身森林,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。 没有遇到对的人,就算在集中相亲的酒店也蒙发不了爱意。 爱情并不是数学里的合并同类像,而是情感上的求同存异,互相包容。 单身的人不必焦急,随其自然,命运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,大家看完解说对这部电影有什么不同的事情。